为了大家更好地学习民法典 那么我对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先进行一些说明 供大家参考 那么首先要想介绍的呢 就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第一个条文 就是第1164条 那么这一条呢 内容就是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以产生的民事关系 那这个条文听起来 它的内容好像因为每一个分编的第一条都是这样的条文 但是这个条文呢 就侵权责任编的这个条文 它有很重要的价值 那么它的价值呢 就在于第一 它是确定了侵权责任调整的 就是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 那么第二个方面特别重要的呢 就是侵权责任保护的范围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条文其实代替了原来的侵权责任法的第二条的第二款 那我们首先说 这个条文要解决的问题呢 第一个是要解决就是侵权责任编 它其实就是侵权责任法 它调整的呢 就是侵权的民事法律关系 那么凡是侵权的法律关系 那么就是这个条文 就是侵权责任编调整的范围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侵权责任到底调整哪些 保护哪些民事权益 那么这里提到呢 就是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 那就说只要是侵害民事权益 构成侵权责任了 就是这个条文 这个条文要 侵权责任编要保护的范围 那么这里头呢 和原来的侵权责任法的第二条的第二款 有所区别在于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做了一个列举 列举了18种民事权益 但是这个条文只是说民事权益 那么这样呢 就必须对民事权益展开来说 那侵权责任法 就是侵权责任编 它所保护的范围 那么首先就是民事权利 那这个民事权利从哪里头来确定呢 那就是总责编当中规定的 七种民事 基本的民事权利类型 那就是人格权 身份权 物权 债权 知识产权 那再加上继承权 那么再加上股权 以及其他投资性权利 那么这七种民事权利 受到侵害 都是侵权责任编保护的对象 都是侵权责任编保护的范围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这种仅仅仅说民事权利而不说民事权利 列举它的好处就在这里 就直接依据民法点的总责 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就可以确定了 那么这个里头呢 可能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原来在侵权责任法当中 没有明确说的债权 是不是要受到侵权责任的保护 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定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由于原来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时候 对债权保护 侵权法的保护 因为存在一定的争议 那么就把它放在那里头 后来大家说概括在那个等里面 但是呢 大家在实用当中就有分析 所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理解不正确的问题 所以有些法院对债权是不予保护的 不用侵权法来保护 那么现在呢 就明确了 凡是民法典总质边列举的权利 都在侵权法保护的范围之内 侵害的这些民事权利都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这一步就明确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利益 也就是法义 它到底包括哪些问题 那么这一点上 从民法典来说 那么还有呢 从侵权责任法来说 原来规定的也不明确 那么现在呢 规定的也不是十分明确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想是不是应该有这么 五个方面的民事利益 它应该作为法医 受到侵权责任的保护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其他民事利益 那么这一部分大家看到 在一般人格权当中提到了 其他人格利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一般人格权保护的范围 这是其他 这是人格利益的当中一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死者的人格利益 那么这一部分呢 人格权编也做了特别的规定 死者的姓名 肖像名誉 荣誉 隐私 以及遗体 那么这些呢 受到保护 那么这里要强调的可能 像个人信息 死者的个人信息 而受到侵权责任的保护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胎儿的人格利益 那我们现在看到 总则编的第十六条 它仅仅说了 对胎儿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 但是对于胎儿的人格利益当中 保护哪些方面 说的不是特别的全面 那么这些部分呢 要理解那个等 特别是我觉得 在清权法保护的方面 就是当一个胎儿 在母亲怀里的时候 那么他受到了 人身方面的损害 那么他出生以后 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一部分 也是侵权责任保护的范围 那么第四个方面 就是其他身份利益 我们讲身份权 包括生命权 我们讲这个身份权 包括配偶权 亲权亲属权 那么除了配偶权 亲权和亲属权以外 还有一些身份利益 不能够被这三个权力 所包含的 那么这些身份利益 受到损害的时候 也应当通过 侵权法来保护 那么这一部分说起来 比较抽象 那么我觉得呢 是不是可以从 一个典型案例来说 说有一个 有一对夫妇 结婚了 有快二十年了 那么生了一个男孩呢 十六岁 那么后来两个人要离婚 涉及到谁来 复养这个十六岁的儿子的时候 那么发生争执 那么最后呢 经过亲子鉴定 说这个儿子不是 丈夫的亲生之女 那么这样呢 就离婚就没有问题了 其他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这个丈夫向法院提起了一个输送 认为他的前妻 侵害了他的生育权 那么这样呢 就有一个问题 到底侵害的是什么 那后来我们讨论了 他也不是侵害的是生育权 而是侵害了其他的身份利益 就是因为一个欺诈性的 一个亲子关系 那么使这一方 使男方受到了 这个影响自己后代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利益 那么这个利益呢 从配偶权 从亲权 从亲属权上 都无法进行保护 所以呢 就把它皆定为 其他身份利益 可以用亲权法来保护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其他财产利益 那我们当物权 债权 知识产权 继承权 股权等等 这样一些财产权利 仍然没有办法保护的一些财产利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侵权责任法也应该保护 那比方说 在国家赔偿法当中规定的 就是错误的行政处罚 使这个企业停业 或者是吊销执照 那么后来发现错误 那么造成了企业的财产上的损害 那么这样的财产损害呢 很难界定 它是哪一种权利受到的损害 所以这部分呢 把它叫做 其他财产利益 通过侵权法来保护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部分呢 我觉得 就是五种民事利益 可以作为法义 通过侵权责任法来保护 通过侵权责任来保护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要介绍的 这一个条文的基本含义 这一部分呢 就是这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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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